這是一個一天可以玩很多次的一個遊戲 我覺得蠻有趣的啦 就是原來可以從臉部表情的分析 然後去找到匹配的配樂 而且是不同的表情或角度就有不同的配樂 那我也很好奇 假設說年輕個幾歲或老個幾歲會什麼樣子 或者說是我白天起來跟睡覺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我一國花人 哇這什麼樣子 有眉毛是不是 好酷 尊重音樂創作人也是我們在落地 所以你們在做影片的時候也是對音樂這方面其實是蠻重視的 那當然那是我們優先考量的 因為我們不希望說侵犯創作人的權利 那這也是所有創作人目前來講 共同一個目標 沒錯沒錯 aye人